女孩把贴身内衣撕成两半 又仔细裁成一段段布条 紧接着 她拿起一卷布机胶带 拉开之后 小心翼翼地用牙齿扯下一截 粘在面前的小推车上 可光是这样还远远不够 女孩用用牙扯下另外三段胶带 随后拿起撕开的内衣布片 仔仔细细地裹在自己右手上 裹好后 她伸手取下一截胶带 将手上的内衣粘在一起 做成简易手套 接下来 她又用同样的办法 用内衣布片包裹住左手和双脚 再用胶带紧紧固定 试图通过这种办法 保持四肢的体温 避免被冻僵 然而 在零下16度的冷库里 女孩穿着短袖和凉鞋 仅用内衣包裹住手脚 根本无法抵御极寒清洗 很快 她的脚趾就被冻得轻子 落落在外的皮肤 也逐渐截起一层白霜 脸上更是出现了严重的冻伤痕迹 整个人都在止不住地颤抖 然而 同事们已经下班回家 商场也早就关闭 唯一能联系外界的手机 还在进冷库前 被放到了柜台上 压根就没人知道 她因为加班 不小心被困在了餐厅的冷库里 绝望之际 女孩缓缓转过头 发现墙上的冷风机 正在全速运转 两个巨大风扇 正不断喷吐着致命的寒气 事到如今 如果再不想办法自救 要不了多久 她就会被活活冻死在这里 看着墙上不停旋转的冷风机 女孩突然有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展开成一张大大的纸板 紧接着 她撕掉纸板多余的部分 留下两个大正方形 再扯下一节节胶带 仔细粘在两张纸板四周 最后 女孩踩住梯子 缓缓爬到冷风机下面 她顶着极寒强风的冲击 艰难地举起纸板 打算把两个出风口堵住 阻止冷气进入冷库 然而 如此简单的动作 对女孩来说 却无比艰难 冷风不停地在她身体上冲刷 几乎快把血液给凝固 让每一个动作都无比吃力 更难的是 由于楼梯高度不够 女孩必须用尽全力 垫起早已冻僵的脚尖 奋力把胶带粘在最上面 突然 脚下的楼梯开始摇晃 她注意力全都放在胶带上 丝毫没有察觉到 危险即将来临 下一 沉重的货甲 狠狠砸住女儿右脚 脚掌骨直接被砸成两节 脚背的皮肤凸出一块 让人触目惊心 可祸不单行 好不容易贴起来的植物 突然被吹走 冷风像是受到了挑衅 更加猛烈地狂涌而入 冷库里顿时变得白茫茫一片 温度顿时降到极点 女孩颤抖着解开布片 看到右脚诡异地扭曲成弧形 被吓得痛哭不止 哭了一会儿 她缓缓伸出手 想检查伤势 不料刚碰到脚背 整条腿都传来一阵 追星刺骨的剧痛 瞰得她再次忍不住哭喊起来 完全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 寂静的冷库里 回荡着女孩七层的抽气 她闭上双眼 陷入了深深的绝望